人负新山一名男子昨天割喉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三个月大的儿子之后 裸体骑着摩托车逃逸最终落入警网 警方今天证实嫌犯没有吸毒 不过还需要进行精神检查 鉴定他是否患有精神问题 新山南区警局主任拉雾指出 25岁的嫌犯是一名传织清理员 他的尿液检验对毒品呈阴性反应 证明他没有吸毒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当局还在调查他的干案动机 暂时不清楚嫌犯是否是因为生活压力而犯案 警方会扣押他7天直到这个月11号 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案件 昨天中午12点半 男子在住家割喉杀死26岁的烘焙师妻子 以及三个月大的儿子 随后在裸体骑摩托在公路游荡 干案不到三个小时之后 被警方逮捕归案